熬夜也要看到爱死记第三季终于来了 第一集刚出来就让人欲罢不能 一架飞船降落地球出来两个机器人 他们是来考察地球的文明 然而此时的地球上已经没有了人类生命 只有骷髅和满地的残骸 随行的三角机器人揭露了人类灭亡的真相 未来环境不断恶化 导致大部分穷人已经死亡 而剩下的活人并没有互帮互助 而是拿起武器抢夺最后的资源 动物被捕杀殆尽 他们就开始对人类同胞下手 怕被人暗算 甚至去个洗手间都得拿着大波罗机枪 当然除了这些普通人 还有一些科技大佬 他们建造了一座海上城堡 还设计出了人工智能帮他们服务 可没过多久 就连人工智能都被剥削的受不了 最后干脆起义把这些人直接毁灭 还有一些政界精英躲进了地下城堡 根据资料显示 他们自己自足的水培系统被真菌摧毁 断绝了他们的粮食 于是他们选择了自相残杀 甚至用投票来决定用谁的肉来做食物 第一个幸运就是农业部长 还搭配了82年的拉菲享用 最后就是0.01%的顶级富豪 他们用尽所有财富建造了宇宙飞船 剩下的人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他们本可以用这些钱来拯救地球 但资本家选择了贪婪和自我满足 只想自己逃到火星继续生活 他们能成功吗 记录显示的确有一枚火箭发射成功 但画面来到火星后 所有人都沉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o are you expecting? Elon Musk?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